各地到了冬季,大都普遍降温,不少人穿着羽绒服都被冻得哆哆嗦嗦,但在山东一场比基尼秀却在上演,家里们穿着泳装在冰天雪地里为滑雪场作秀。 近日山东青岛,某滑雪场邀请了数名模特到雪地外拍,在零下近十度的雪地里,模特们身着比基尼为滑雪场做宣传。 在这个娱乐高度发展的今天,仿佛已经进入了一个拖的时代,于是明星越穿越少,甚至车模、体育模特更是惊人,于是在超低温里,一个个青春亮丽的女孩子们穿着泳装滑雪摆出造型。 而这种现象仿佛也给人一种并不积极的社会寓意,只要给钱,什么都能实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